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耐政部你取消维老条例的弱日条款 容积奖励也将常态化 老屋重建再度受到瞩目 房中业者指出在需求稳定的状况下 可能更使得老屋价格难跌 统计近一年北市屋林 三十年以上老屋交易行情 平均涨幅大约6% 其中南港区年涨14%最多 外墙军裂甚至大楼倒塌 每次大地震来袭 尤其老旧房屋更容易造成损伤 为了突破建物都更 其成冗长的状况 内政部严明取消维老条例的 弱日条款 容积奖励改为常态化 如果他真的就是取消 弱日的状况之下 在老屋的一个交易的状况 可能就是会有比较 明显的一个提升 今年的交易状况来讲的话 以台北市来说 在中山区然后士林跟大安 这三个区域其实老屋的交易状况 是相对是比较多一点 越来越多看好区域长线 发展潜力的购屋者 会特地购买老屋 专家分析 北市住宅供给量少 需求稳定的状况下 老屋价格难跌 统计今年 北市屋龄30年以上的 老屋交易行情 平均单价从58万 涨到62万 年增幅6.3% 其中以南港年增14%最多 温山区万华区 紧追赛后涨幅于一成 通常都是在台北市比较精华的一个地段 那交通或是生活机能相对都是比较方便的 它是比较实惠的 公社比的部分也相对是比较低 虽然说它屋林比较老 但是它室内的可使用的一个平数相对是比较大 老宅满足自助需求 未来还有改建机会 奖励不落日 看似对相关业者也是一大力多 但他们也点出围老实行的困难处 推动到现在 已经是慢慢走下坡 围老因为都是属于面积比较小的 那面积比较小的情况 在新建成本跟人工短缺的情况之下 往往会就是弹成了之后 也会找不到厂商 也许将来杜根可以把 它的适用范围再往下 也就跟围老做一些衔接 那围老它其实可以终止 专家指出 目前围老重建 已经没有前几年来的这么热切 并已达成让民众了解 改建老屋的阶段性任务 建议政府可以考虑放宽 度更范围 加速更新老族市容 记者唐嘉宇 黄敬峰 台北西方报道